雪孩子 雪下个不停 一连下了好几天 这天早上天晴了 兔妈妈要出门去 小白兔嚷起来 妈妈妈妈我也要去 兔妈妈说 好孩子妈妈有事 你不能跟着去 兔妈妈在门外的空地上 给小白兔堆了个雪孩子 小白兔有了小伙伴 就不跟妈妈去了 小白兔跳舞给雪孩子看 唱歌给雪孩子听 她玩累了 就回家去睡午觉 屋子里真冷 赶快往火堆里添把柴吧 小白兔添了柴 把火烧得旺旺的 屋子里渐渐暖和了 她躺在床上 闭上眼睛 一会儿就睡着了 火越烧越旺 哎呀 火把旁边的柴堆烧着了 小白兔睡得正香 她一点也不知道 不好了 小白兔家着火了 雪孩子看见 从小白兔家的窗户里 冒出黑烟 窜出火星 她一边喊 一边向小白兔家奔去 小白兔 小白兔 你在哪里 雪孩子 冲进屋里 冒着呛人的烟 烫人的火 找啊 找啊 终于找到了小白兔 她连忙把小白兔抱起来 跑到屋外 小白兔得救了 雪孩子却浑身水淋淋的 这时候 树林里的小猴子 小山羊都赶来救火了 不一会儿 大家就把火扑灭了 兔妈妈回来了 激动地说 谢谢大家来救火 救了小白兔 谢谢大家 咦 是谁救了小白兔 小动物们说 真得谢谢它呢 这时 救小白兔的雪孩子 不见了 它已经化成水了 不 雪孩子还在呢 瞧 太阳晒着晒着 它变成了 很轻很轻的水气 飞呀 飞呀 飞上天空 变成了一朵白云 一朵 美丽的白云